236 明報 《清白的聲譽》 2015年7月26日 現場 P02同長家影陳典據我們有個錯覺 覺得校園欺凌事件罕見,但這就像張灰塵都掃到地毯底下 當然覺得家居小陳,校園欺凌事件事實上天天在發生 但只要受害者不是自己的兒女,其他家長就愛理不理 處理校園存在的欺凌事情會將事件揚出來 影響校譽,學校也不願面對 那麼,唯一面對欺凌之痛的,就只有受害者自己 有冤無露宿,只等待爆布 這摩近那麼遠的日本,人所共知都有校園欺凌問題 無數的小說、劇集、卡通片都以校園欺凌為主軸 比較知名的有惹賭新詩寫劇本,又傾傾傑主演的人間失格 與太宰字和名小說無關 但欺凌問題沒有因爲更多人認知而減少 人們對校園欺凌問題態度根本沒變 就將社會更多人知道了灰塵的存在 但卻使更努力的將灰塵素到地尖下,繼續再看此乾淨的世界生存 多年來,政府免招干與校正的口實,將教員發生的欺凌事件歸學校處理 沒有就此嚴重社會問題立法 再加上日本少年法保護美滿20歲的少年反罪者 少年傷人,殺人反刑是罪,報章不能實名報道,也不能重判 入學生遭欺凌自殺人爆公反問題爆發點 是在2011年10月11日發生於紫學園的大津市初中二年級學生自殺事件的民事追訴事件 一名初中二年級學生跳樓自殺死亡,家長懷疑其子最後被欺凌而自殺 學校爭就此事對學生做文卷調查,證明自殺學生多次被欺凌 中市掌握如此事實,學校卻極速結困,並向大津市教委會表示 無證據證明有欺凌情 G,家長爭三次到大津市警署報警要求立法案,卻遭到拒絕 家長後來調查,鎖定校內以三名學生欺凌其子 但家害者其中一人父親是家長教師會主席 另一人祖父是退休警員增在大津市警署任職 非常克勤,受害家長無法經學校討回公道 警方又拒絕刑事立法案,無路可走之下 只好向大津市政府及三名懷疑欺凌的學生追訴民事損失 傳媒報導事件,事件正式引爆,調查發現 受害學生增多次向老師求助 但校風完全以色視靈人的方式處理 指家害者指示開話不少 叫受害者別想太多,完全沒有幫助他 此事件出街後引起全國公憤 學校、教委會、警方大話連騙 有人恐嚇到事發學校放炸彈 甚至有人衝進大津市教育局襲擊局長 事任首相野團皆然也感受到事件的政治壓力 譴責校園欺凌事件,事件發大 警方才立判刑事控告三名懷疑欺凌的學生 事件壓力亦引致日本參議院在2013年6月通過欺凌防止對策推進法 強制學校知道有嚴重欺凌事件發生時要上高民報科學省及地方政府 有人身傷害時必須報警 此外,亦成立了24小時校園欺凌求助熱線 由獨立社公跟進欺凌個案,就算有以上補救措施 日本校園欺凌事件依然無日無知 2015年最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白皮書發現 有近六成學生增被欺凌,比2007年的百分之十七為高 而學生被欺凌後自殺,仍是有所聞 這除了網絡性行令網絡欺凌容易之外 學校及地方政府沒有妥善執行法例 亦是欺凌事件依然性行的主因 不正是欺凌變助長欺凌 由此可見校園欺凌並非單純的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問題 學校的處理手法 亦是重要因素 有時我想,如果學校對校園欺凌事件甚麽,變成幫兇 發生受害者自殺悲劇是又迅速被清責任 到底是對社會發放了什麽訊息呢? 每次在想這個問題時,我就想在東野歸吾的《日本社會》 派推理小說麒麟之翼 故事講到一名父親被人用刀插死 警方最初懷疑是失業者所為 但調查後才發現,原來事件背後大有文章 注意,以下三段會劇透 受害者清流死前發現兒子由人再讀一個網誌 才發現網誌主人是一名植物人母親 明察暗訪之下,發現兒子曾經與其他同學欺凌由泳社的吉永同學 引致他在泳淺溺水變成植物人 而此人正是網誌的主人翁 受害者後來約了與兒子一起欺凌吉永的參野同學面談 參野不想罪行讀光 於是殺掉清流 警方為求調查事實真相 到學校調查,發現欺凌事件發生後 由泳社負責老師在場 該名負責老師放生了由人和參野等人 沒有報警,自行為吉永急救 最終吉永就因為沒有及時搶救 變成植物人 吉永亦被指自己遠跌 施暴者無受制裁 認檢主角加賀公一郎子摘那名負責老師 以謊言掩飾暴力 最終就是縱容暴力 原本的欺凌者,就是因為老師沒有樹立好榜樣 罪惡沒受制裁 不知悔改 變本加例變成了以殺人解決問題的殺人犯 學校不正是校園欺凌問題 就是再再准欺凌 發生欺凌受害人自殺事件 學校推卸責任甚至為保校語言誤救治 就是再樹立孤式罪惡而又不負責任的榜樣 培育出來的人有可能變成兩類 要摸對不公義事件麻木而不問不問 要摸變成加入私部行列繼續欺負欲小 香港這單轟動的死因調查高一段落 面紅以赤討論過一段 灰塵又再會繼續地數進地毯底下 我們又可以快快落落 舒舒服服地在極正的世界嘻嘻哈哈